CBA消息 集训四人或提前出局 赵瑞出发上海 南篮队长人选确定 1.四人或提前出局 北京时间2月1日 CBA第二阶段休赛期 春节假期刚过不久 目前联盟各支球队已经在各自的主场完成集结 全力备战接下来第三阶段的比赛 而中国南篮国家队目前也是完成了集结 根据最新的赛程安排 新一期的国家队将在2月1日正式开始集训 经过大约半个月左右的最终考察之后 乔尔杰围棋与中国篮协将最终敲定14人大名单 也就是说经过这次集训之后 将会有4人提前出局 众所周知 在18人集训名单官宣之后 一直受到球迷的很大争议 最主要的原因无非就是两个 一是相比杜丰执教时期 球员整体并没有太大的变化 二是此前呼声很高的张明、富豪、陶汉林、徐杰等 主力球员的落选 一时间乔尔杰围棋也是被推上风口浪尖 被质疑是换汤不换药 其实这样说的话真的有些错怪乔帅了 乔帅在选人标准上受到的限制还是很多的 这次入选名单中 还有几名年轻球员备受关注 他们分别是崔小龙、焦伯乔、崔永熙、成帅砰 不过很多媒体人分析 他们的入选极有可能会在首轮被淘汰 也就是说即便是入选了集训名单 充其量也是炮灰而已 之所以会这样认为是有依据的 首先是崔小龙 不能否认他的进步非常大 但是在联盟中依旧是属于菜鸟球员 毫无国际比赛的经验 成帅砰相比崔小龙要好一些 但是他所处的位置需要与胡明轩竞争 至于谁能最后留下来自然不用多说 另外来自广州南篮的崔永熙和焦伯乔 甚至还没有打满一个赛季 就入选了集训名单 再加上同等位置上是王哲林和周琦 简直没有任何优势可言 怪不得这四位球员的入选被指示炮灰的存在 二、赵锐出发上海 北京时间2月1日 根据中国蓝写的要求 南篮国家队最晚将要在1月31日集结完毕 在今天正式开始第一轮的集训 其实这次集训对于国家队来说时间非常紧迫 除去半个多月的集训之后 留给中国南篮国家队的时间仅有一个星期左右 虽然中国南篮早就获得了出现资格 对阵方哈萨克斯坦和伊朗实力也并不是特别突出 因为是新年的首战 同样也是新任国家队主教练乔尔杰为奇的首秀 所以乔帅也是无比的重视 从最开始的球员筛选乔帅就力争亲力亲为 多次来到赛场边对球员进行考察 最终挑选出18人的集训名单 此次广东南篮共有两人入选 分别是赵锐和胡明轩 不过因为赵锐在与同期打比赛时意外受伤 为此也有消息爆出赵锐或缺席集训 就当球迷担心不已的时候 好消息终于传来 在此之前就有球迷拍到赵锐现身当地的健身房 也证实了赵锐的伤势应该恢复得不错 而在昨天 球迷也是意外遇见了正在后击的赵锐 也就是说赵锐将出发上海参加集训 用实际行动辟谣因伤退出集训的消息 赵锐对于中国南篮国家队的作用是无需质疑的 在本土球员中也算是顶级的存在 如今赵锐面临最大的问题就是自己的情绪管理 尤其是在第二阶段的比赛中 赵锐多次因为情绪失控 在赛场上大发雷霆 甚至还惹怒主教练杜峰 直接被内部进赛 为此也曾传出赵锐即将离队的传闻 不过朱芳宇如今有意培养赵锐为任俊飞的接班人 只要赵锐能管理好自己的情绪 未来可期 3.南篮队长人选确定 北京时间2月1日 根据中国篮写的训练计划 中国南篮国家队将在今天正式开始集训 新任国家队主教练乔尔杰维奇也迎来新年首秀 通过19天的集训之后 乔尔杰维奇将会对球员进行二次筛选 最终带领14名球员参赛 同时 乔帅也将确定国家队队长的人选 从目前国家队阵容来看 队长人选呼声最高的就是周琦和王哲林 周琦的技术水平自然不用多说 作为中国南篮第一人 无论是国内的影响力还是球队内部的威望都无可挑剔 但是也有媒体人分析 但是也有媒体人分析 乔尔杰维奇一定不会选周琦当队长的 因为周琦虽然影响力非常大 但是目前在 CBA竟然面临无求可打的尴尬 虽然周琦目前已经开启了仲裁之路 但是从姚明的态度来看 周琦的回归并不会顺利 如果让一个不能在CBA打球的人来担任国家队队长 简直就是打脸一部分人 这样的话王哲林最有可能担任队长 在之前的诗域赛中 王哲林也是担任队长一职 所以说让王哲林继续留任也是在情理之中 最关键的是 在之前的诗域赛中 王哲林体现出了队长的担当 并没有让球迷失望 在赛场之上也是身先士卒 表现得非常积极 中国南篮之所以能提前获得出现资格 王哲林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另外在技术层面 王哲林也没有任何问题 另外在技术层面 王哲林也没有任何问题 在第二阶段的比赛状态非常稳定 给到上海南篮很大的帮助 通过周琦与王哲林之间的对比 相信乔尔杰为奇 也一定会选择后者 对于国家队队长 你认为谁才是最佳人选 欢迎评论区留言讨论